銅鑼燒拐童 婦人喊冤 上週新北市汐止區幼兒園 發生婦人拿銅鑼燒疑似拐童事件 汐止警方昨天找到 這名誠信婦人 她大聲喊冤 強調自己只是路過幼兒園 看到小孩孤單的坐在園內 才拿銅鑼燒給她吃 這是很無辜的事情 我是個清白的人 我就好心情要吃 然後跟妳報道說我 跟妳報道說是我 把小孩偷走 我覺得我很願意 她做好了 好像會被污蔑的樣子 不過對於是否曾自稱 是孩子的姑姑 臣妇和警方的說法 卻有出入 這位婦人經過老師的制止之後 便離開現場 因為被老師制止之後 這個婦人就隨口回答 自稱是小孩子的姑姑 你有跟她說我是姑姑嗎 你們都亂報導嗎 警方表示這起事件中 並沒有孩童被掳走 婦人經告誡後 也表示絕不再犯 但仍提醒家長要保持警覺 動新聞 姑姑 事實勝於雄辩 報導 跟她說 請問下 想請 Co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